阿们 请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请为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主你的恩典 让我们在你的主日里面一起来敬拜你 在我们真是求神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 在我们每一次敬拜的时候 你都帮助我们专心在主你的面前 我们仰望主你自己的十字架 仰望你自己的福活的大能 让我们每一次敬拜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主你的心意 又让我们更加愿意跟随你 你探求主你的真意 最后我们真是求神祝福今天早上的敬拜 所以我们敬拜的时候 我们真是有主你自己的同在 也能够在敬拜的当中 能够知道你自己的真理 让我们紧紧地跟随你 最后我们在这个时候 做一次求神你自己十字架补血 遮盖我们的罪 让我们每个人在主你面前 都是清清洁洁地来到 主要让我们真是今晚 今日的敬拜 真是能够蒙住你自己的祝福 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在 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 让我们一起来中读这一段的经文 第二十六节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安着我们的样式做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雨 空中的鸟 地上的生畜和存地 令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做男做女 神就赐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雨 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我们读圣经到这里 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将我们再一次求神的圣灵来带领我们 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 来聆听主你的话语 而在主你的话语当中 我们真是能够知道主你要我们做什么 让我们真是能够愿意去跟从 听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名 Amen 我想最近除了疫情之外 最受关注的当然就是 这个Joyce Floor的死亡事件 这件事件引起了非常广泛的示威暴乱 而各界都发表这个意见 要求重新检讨美国一个种族的关系 在我们教会所做的中派 就是美南新讯会 亦都针对这件事来发表了声明 他们为了这个Joyce Floor感到哀伤 并认为这一次的警察是过分使用权力的 希望美国是要正视这个问题 这个种族问题 他当中他就发表了 这个其中是他一段联合声明的一段话 他说因为佛洛伊特的死亡事件 我们与那些小数族裔的弟兄姊妹一起的哀伤 为他的家庭和朋友祷告 要深深盼望 在没有过分使用权力和公义不公平的分配 这个就是在他们的联合声明里面的一段话 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人都是表示 是需要我们去正视这个问题 其实这件事件 但是George Floyd这件事件 其实有一些事情 和他之后的一些示威活动 其实对错有些事情 就并不是那么难去分的 有些是挺容易分的 第一个就是这个明显地 这个警察在事情上是用了过分的权力的 因为这个警察持续在一个人的颈背那里跪了这么久 就算他被控制了之后 仍然是跪在那里 甚至他说我不能够呼吸 我不能够呼吸的时候 他都持续地这样做 所以在这个影片里面 我们都看到这个影片里面 我们都看到这件事情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知道 也认同的 这个是过分用了暴力的 但是另外我们也知道之后 我们有这个和平示威 这个和平示威其实是没错的 因为这个是美国宪法所保障人民的权利 所以这个是很容易分的 第三样东西 但是在示威当中 有些人利用示威去抢劫 去打烂商店 厂里面的名牌 厂里面的一些物品 这个很明显就是我们广东人所说的趁火打劫 这个很明显地是错的 所以在这几样事情上面 其实分对赛是并不难的 难是难在哪里呢 其实难就难在背后的种族问题 背后的种族歧视的问题 这个就不是三言两语 或者今早我就可以解决了的事 但是我们要静止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确实是非常严重的 其实我们基督徒也都要思考这个问题 这个种族的问题 这个道德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基督徒都要深深地去思考 在思考的时候 我们就会问我们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呢 其实今天我主要的目的 讲这个种族的关系 种族的歧视 也都是希望我们用一种思考的方式 去尝试你这个题目 在神学思考上面 其实当然有不同的方法 不过尝试你这个很有名的神学家 或者是牧师 他有一套的方法 这套方法其实不是他自己讲的 我现在就有这四套方法 去做这个神学的反思 反省 而是其他人后来归纳了的时候 是讲出这四个方法的 所以很多基督徒 或者是跟神学界有关的人 当他思考这个神学反省的时候 都是用这四方面去思考的 这四方面是什么呢 就是圣经 传统 理性 经验 当然圣经就很简单 就是圣经究竟怎样说这个问题 这个传统是说什么 传统就是说 这个教会怎样去解释 一些圣经 怎样去说这个问题 在理性方面 这个理性不是单单是人的理性方面 它是从圣灵带领 或者圣灵所赐了给我们的理性 去思考这些问题 最后就是一个经验 就是我们个人的经验 如何体会这个事件 譬如我简单 很简单的举例 就是我们说 恩信清义这个题目 恩信清义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们要反省这件事的事 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在圣经怎样说 这个恩信清义的问题 当然圣经有些说得很清楚 我们德国本乎什么 本乎恩日恩若信 并不是出于自己的行为 所以这是圣经所说的 传统上 神经义如何解释这件事呢 我们知道 其实以我们福音派来说 我们传统的解释就是这样 我们不能够靠自己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通过圣灵 我们的带领 我们恩着耶稣 我们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恩信 而在神的面前 跟神建立一个正常的一种关系 如果在理性上的思考 这件事 是不是合乎圣经所说的东西呢 是不是圣经就是说这件事呢 经验就是我个人如何经历这件事 恩信清义 我如何经历到 因为我信耶稣 而我生命得到改变 这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神学思考的一个方式 当然里面有很多一些 一些的问题 但是这四个 这四样东西就不是全部 全部都是一样的 重要性都一样的 最重要的当然我们知道就是圣经 其实呢 如果我们上了一个金字塔的形象的话 其实这一样 这个圣经就等于金字塔的底 其他三样东西 只不过在这个基层 在这个foundation 在这个根基上面所建造的 所以圣经是最重要的 不过当然你如何诠释圣经 你如何运用圣经呢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可以是运用圣经的 你可以是解错经的 就好像美国当时黑奴解放的时候 很多的南方人仍然认为 这个是不合乎圣经的 他们用很多的奴隶主 奴隶主 他们仍然说圣经是支持奴隶制度的 当然他们忍的就是说 譬如说 博人要顺服主人 或者圣经没有批评奴隶主义 等等这些圣经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些 所引用的经文的时候 很明显地 他们不是用一个全面上下文的解释 他们自己是抽取 认为他们自己认为有利的经文 或是曲解了一些东西 或者有些东西不去说一些东西的时候 去证明它的论调 所以我们运用这个学思考的时候 我们都是要很小心的 知道如何去运用这些东西 好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 种族歧视的问题 但是什么叫种族歧视呢 我们先很简单地定义它 当然种族歧视可以有不同的定义 这个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定义 大家觉得这个定义本身 也都是基本上将种族歧视 这个概念是讲得算是清楚的 他说什么叫种族歧视呢 种族歧视就是因为单单一个人 或者一群人所属特定的种族或者族群 这些种族和族群通常是那些少数的群体 或者是边缘群体 而对他们或者对他或者对他们 是产生一种的偏见 一个歧视和一种的仇恨 这个就是种族歧视 当然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这些通常是什么 是少数的群体 或者是边缘群体 而且在社会上 它是占少数的 或者社会上 它的地位上是低的 可能是经济环境 在其他方面是比较低的 所以那些是有权力的人 对他们作出的歧视 他和权力的关系 等一下我会再详细说 这个就是种族歧视大概一个概念 圣经是否支持种族歧视 还是反对种族歧视 其实很明显地 圣经是反对种族歧视 所以我们作为信徒 我们基督徒 也都应该要反种族歧视 因为这个是圣经所说的 所以我们要跟随 不然圣经好像没有直接说 你不可种族歧视 没错 圣经是没有直接说 你不可种族歧视 这几个字 但是圣经有些经文 有些概念 其实是很清楚的 所以我今天 我大概用四方面 在圣经方面 我用四方面去论证 圣经是反种族歧视 我会从什么呢 我会从一个创造轮 然后从一个救熟轮 然后从一个末世轮 和最大的介命 这几件事 我去讲一下 究竟 为什么圣经 是反种族歧视 希望大家记得这四方面 因为我们慢慢 一个个去讨论 首先我们讲创造轮 如何从圣经的创造轮 里面知道 圣经是反种族歧视 其实在神的创造里面 创世记 我们今天到的经文 这个是很清楚的 讲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读 他说 神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着我们的样式做人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 做男做女 这两次经文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但你看经文的时候 我用红字特别highlight了 你会看到 这里很强的一件事 当神做人是什么 是照着自己的形象 是照着自己的形象 重复地说 按着我们的样式 所以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 是照着他的形象做男做女 所以很明显地 人是有神的形象的 就算人犯罪 虽然是有神的形象 仍然是有神的形象 只不过再不是最完美的形象 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就证明我们在人里面 是有神的形象 是每一个人 不在乎你是什么颜色 黑、白、黄、咖啡 不在乎你这个 你都是有神的形象的 而且你不会因为你是白人 神的形象就会多些 你不会是黑人 你的形象就会少些 或者我们中国人会说 我们黄种人就刚刚好 又不黑又不白 所以就最好了 当然这是黄种人自己说的 其实是没一回事 而是怎么样 就是每一个人 不论你肤色 不论你种族 其实我们都是神的形象 所以当然我们说 神的形象的时候 不是从一个社会的角度去看 而是从人的本质上去看 这件事是最重要的 就是人的本质上究竟是怎样 因为社会的形态 社会其他的文化的影响的时候 我们人可能有阶级 但是人的本质上 我们看到是没有这件事的 我们本性都是一样的 因为是最核心的东西 所以第一件事 我们要认清的 我们有神的形象 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不分种族的 第二件事 你从这段经文看到什么呢 我们都是从出于什么 一个源头 我们同样 如果你用一个所谓的family tree 家庭分支看到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是同一个源头 所以某一个层次来说 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 甚至可以用一个广泛地去说 我们都可以说是弟兄姊妹 是一个很紧密的一个关系 所以为什么是这么重要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如果你有这么一年多的话 你可能记得 那时候有个可口可乐 曾经拍了一个很有名的广告 在1971年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不记得 那首歌叫做什么呢 I'd like to teach the world to sing 这首歌 我想不知道大家有听过 我本来想放给大家听 但怕影响到这个版权问题 所以就不放了 不过他歌词是什么呢 他说 歌词我要为世界做一个家 并且用爱来装饰 做他的家具 种苹果树 养蜜蜂和白甲 我要教全世界和谐同声的合唱 我要看到世界能牵手地站在一起 听到他们的歌声 回荡在众山之中 因为和平遍布全地 可可乐公司找了很多 连世界各地找了不同的年轻人来 有不同的肤色 当然 就在一个山头上面 好像在意大利的山头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就是唱这首歌 I'd like to build the world at home 有没有听过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广告 后来隔了好像20年之后 也找回同一批人重拍这个广告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这个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 这个让我们看到人是一样的 当然 你可能帮不到人 世界和平 因为这么大一件事 这个是不可能的 只有耶稣的爱 才能够真的将人练在一起 只有我们明白到 我们是属同一个源头 只有明白到 我们有神的形象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和谐走在一起 其实这个图像让我想起 就是这个黑人文权领袖 大家都很熟悉的 Martin Luther King 他曾经说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speech I have a dream 我一个梦 他说我梦想是什么 他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 就是我梦想 希望阿拉巴马这个地方 那些黑人的男子和白人的男子和女子 他们能够手牵手走在一起 这个图像就像可乐图像一样 但我今天说的一件事 就是让我们明白到 其实我们是属于同一个家的 我们都是同一个创造主的 我们都是有神的形象的 我们是同一个源头 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反对这个种族的事 既然我们本质上是一样 既然我们是同一个源头 我们为什么要歧视其他人呢 歧视不和我们一样的人呢 因为是说不通的 所以在圣经上 用一个创造论 用一个创造论的观点来看 是反对种族的歧视 好了,我们现在看第二个 第二个我们从旧熟论去讨论 其实神不单止 照着他的形象做我们 使得我们有他的形象 其实在救熟上面 他也是一视同仁的 今天神的救恩是给谁人的? 是否只是给某一类人 是白人 或者是黑人 或者是黄祖人 或者是咖啡色的人 其实不是的 圣经讲得很清楚是什么 我们一起来读 大家其实都懂得背了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独生子切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神爱世人 神爱世上所有的人 是没有分别的 在神的眼中 每个人都是需要救恩 在神的眼中 他爱每一个人 不是看外表的 所以圣经有时候说 神不偏在人 神不是看人的外表 不单止这样 就算是保罗在加勒太书里面 他都是说类似的一样东西 所以你们恩信基督耶稣 都是神的儿子 或者神的儿女 你们受浸归入基督的 都是披戴基督了 并不分犹太人 希腊人自主的 遗奴的 或男或女 因你们罪 基督耶稣女 都成为一了 今天我们信耶稣 在耶稣的里面 有没有不同 没有的 他说我们都是归入了基督的时候 我们都是披戴基督的 并不是分犹太人 或者不是犹太人 或者你是主人 或者是奴地 或者是自由人 也都不分男女 只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就是成为一 圣经讲得很清楚的 所以今天我们有种族歧视的时候 我们有分别的时候 是我们自己本身 将东西分出来的 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和人们不同 可能我们社会地位不同 可能我们经济环境不同 可能因为政治因素的关系 有些不同 但是这些不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借口 去做种族歧视 因为圣经里面 在神的救赎里面 神是看每一个人为宝贵 祂愿意救每一个人 所以我盼望大家很深深地记得 在旧索盾里面 神体我们都一样 所以我们自己都一样 我们要看其他人 都是要一样的 好 第三个我们要看抹西伦 抹西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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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我们所谓的 最后的时候 当 人们推到神的面前 你敬拜的时候 这些是什么人呢 究竟圣经给了什么图像我们呢 在启示录里面 是哪些人在神的面前 来敬拜我们的主呢 我们一起来读了 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 没有人能数过来 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 在宝座和高阳面前 身穿白衣 手拿中住之 大声咸着雪 愿救恩归与在在 宝座上我们的神 也归与高阳 这些人是什么人呢 这些人都是被耶稣的 血高阳的血所洗干净的 这些人呢 我用这个红色来highlight了 是什么呢 各族各民各方来的 这些被救赎的人 在世界各地的 是不同种族的 而一日呢 我们都会来到神的面前 一起敬拜 是不会划分 你是什么种族 你是什么颜色的 你就在前面 其他的颜色在后面 没有一样东西的 在末后的敬拜里面 这个也是很清楚的一样东西 所以神并不是看我们外面 而是看我们里面 而我们今天呢 也都是需要 看人的不是看外面 而是看里面 我们的本质是什么 其他人的本质是什么 好 第四个我们要讨论 大家也记得了 前面那三个 《创造论》 《报数论》 《抹势论》 《抹势论》 的观点 我最后讲 用这个最大的戒命 的观点 最大的戒命 如果大家读圣经 都知道 为什么我叫做最大的戒命 就是有一次 有一个文士 就问耶稣基督 问他什么 他问 哪个戒命是最重要 所谓最大的戒命 也就是最重要的戒命 是什么 于是耶稣就答他 答他是什么 我们一起来看 耶稣就回答他 第一要紧的就是说 以色列亚你要听主我闻神 读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爱主你的神 其次就是说 要爱人如己 再没有比这两条戒命 更大的了 这两样东西 一起来看 首先 第一个我们当然很明白 这个也说了很多次 不需要详细解释 说到神就是那独一的神 所以我们要尽心尽性尽 而尽力的 去爱这个神 但是下面那句话 是很有意思的 马可福音里面 中文和合本 翻成要爱人如己 其实他应该就好像路加福音一样 就翻得比较清楚 是应该要爱什么 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 爱你的邻居 neighbor 你的邻舍好像自己一样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 但谁是我的邻居呢 这个正正在路加福音 平行经文里面 那个人提出 当耶稣回答的时候 他就说 耶稣耶稣 那谁是我的邻舍呢 那耶稣跟着怎么样 耶稣怎么回答他 大家记不记得 耶稣说了 很撒玛利人的比喻 大家记得吗 这个比喻 大家都很熟 可能有一些 可能未听过 很简单地复述一下 就说有一个人 有一次在耶路撒冷 去耶利哥 在叛徒当中被人打劫 打了一身 受伤重倒地 之后 有一个祭司经过 见到他这样 我们以为祭司应该 就像现在的牧师 应该好好帮忙 我帮一下看看他怎么样 谁知道又不是 他又没有帮他 再来一个 利美人 利美人也是 应该要看那些 跟祭司 有关系的宗教人士 应该要帮忙 又没有帮他 第三个 这个是撒玛利亚人 我们都知道 前几次 我们在茶经班 其他地方都说过 撒玛利亚人 有太人看不起 这个应该是最不可能帮这个人 但这个撒玛利亚人 他帮了这个人 帮他包扎好 甚至帮他去旅馆 甚至给钱 等他住旅馆 等他病好之后 所以就照顾得很好 但耶稣说这个问题 很有意思 因为这个人 问这个问题 轮舍是谁 他好像想分析 谁是我的轮舍 我要知道谁是我的轮舍 才可以爱他 如果我怎么爱 有些是我的轮舍 有些不是我的轮舍 就像撒玛利亚人的好轮舍 当其他人需要帮忙的时候 你就需要去帮忙 你就要做一个好轮舍 你不能分析 谁是你的轮舍 谁不是轮舍 而是你可以爱一些人 或者不爱一些人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很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我们有时候很熟悉 有时候很少去想这个问题 但今天我们是否很轮舍 我们怎样看我们的轮舍 我们今天看我们周围的人的时候 我们是否有分别 看到他的肤色不同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观点 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等一会儿说 在应用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做的时候 我们会比较详细说这件事 但我们真的要好好去思考这个角度 为什么会这样 我花了这么多时间 用圣经去讲这个问题 我就是希望大家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 或者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 不要只是用一些社会的角度 或者其他的角度 因为我们是基督徒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就是用圣经的角度 用圣经的角度去想一些东西 我盼望我们都可以去学习这件事 圣经是反对种族歧视 从刚才我们所说的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人会种族歧视 为什么人当见到我不同的时候 那些人的时候 我们会有没有一些不同的感觉 或者反应 我们从一个神学观点去怎么看呢 其实这个问题 有种族歧视 答案很简单 用一个神学的说法就是 是什么 因为人有什么 因为人有罪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很自然地 是会看人的外表 去做一些不同的调整和评价 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就是当我们有了权力的时候 我们就很容易 很容易会濫用我们的权力 我们用我们的权力 会压制其他人 看不起其他人 其实种族歧视 和这个权力的分配 我觉得是有莫大的关系 非常重要的关系 因为这个和权力的分配 是有绝对的一种关联性 在一个社会的里面 假如我们有一些不同的族类的话 而一个族类 因为历史的原因 社会的原因 结构的文化等等 总有大部分的权力的时候 这个族群 就很容易 对没有权力的族群 进行歧视的了 看他们不起 或者 一些政策的时候 都不是为了帮助这些人 是要维护自己的权益 这个是很自然的东西 所以有一个机构 叫Alberta Civil Liberties Research Center 他讲这个种族歧视的时候 他将它简化成为一种方程式 这个方程式有挺有趣的 我看到的时候 但Cox有它的理由 这个方程式是什么呢 他说这个种族歧视是等于什么呢 就是等于种族的偏见加权力 Cox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没有权力的话 你歧视谁 你怎么去歧视哪个族类 你很少听见一个没有权力的族类 我歧视那些有权力的族类 我要用一些东西 我要抵制它 不公平的东西来抵制它 你没有这个权力的时候 你不能够做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点 有了权力而不濡用不腐化 其实对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这是事实的 所以你看历史的时候 你看看皇帝也知道 当他有一个很大的权力的时候 他如何运用他的权力 老实说那些坏的皇帝就不用说了 就算有好的皇帝 有时他也会濫用权力的 有时他也可能会杀错人的 不喜欢的时候 斩了你的手 这些都不出奇的 因为他有这样的权力 是吧 所以我们要了解这种关系 这就是所谓的权力的关系 我们人的罪性有了权力的时候 是很容易令我们腐化的 很容易会乱用濫用我们的权力 所以我们自己要很小心 所以要很小心 好了 我们既然知道圣经是不赞成这个种族歧视 反对种族歧视 我们又知道种族歧视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好 同时我们又知道它和这个权力的关系 又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是种族歧视 是因为我们的罪有关系 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 我们如何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要做什么呢 在种族歧视上我们要怎么做呢 其实是不复杂的 有几件事 我们要做什么呢 就是不要歧视 既然说 既然圣经说种族歧视是不对的 那我们怎样呢 我们不是不要歧视其他人 你说黄牧师这个 那我们都不是种族歧视的人 那你可能是这样说的 那你可能真的不是种族歧视的人 不过我要求你再仔细想一下 我们有没有对其他的族群有偏见 看他们不起 或者对他们有一些 一足高打一船人的问题 比如我们对一些非裔人士 或者拉丁裔的人士 我们的看法究竟是怎样呢 这个看法是否公平呢 我们有时候要问这个问题 不过你想想 我们现在在美国 我们在美国 我们拥有的权力是很低的 其实在华人 在整个社会里面 并不是拥有什么很大的社会权力 但其他地方又怎样呢 有时候我回香港 我就和一些人聊天 我就发觉 一件事很有趣 我觉得有不少人 是对一些印尼的女性 是有歧视的 从他们的原意当中 和他们的态度里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知道 很多在香港做容人的 做工人的 是什么人 就是印尼人 很多印尼人在香港的地方 是比较处在 在社会里面上 所说的 是比较低的 所以很多人 看到印尼的女性的时候 可能就对她 已经有偏见了 看不起她 或者认为她 只是帮人打工而已 所以我们其实要很谨慎 我们千万不要 置意 我们要检讨一下 其实我们对人的言行 究竟是什么 今天我们对一些 可能在经济环境上 在其他方面 没有我们那么好的人 我们是不是对她的态度 或者我们对她的态度 或者对其他 比较富有的人的态度 是不是一样呢 如果不是一样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 我们是不是对白人 对黑人 对其他族女的人 我们都一样呢 如果我们看到某些族女 看到她的颜色的时候 我们就 有些好像 惊惊地 或者看不起她之类的东西 所以我们 要检讨自己 要反省自己 我们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如果有的时候 就小心了 不要歧视 第二个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不要容忍种族歧视 这个种族歧视 我们反对种族歧视 是一个原则和理念 所以不要因为 没有发生在我身上的关系 我们就觉得没有关系 发生在其他身上是OK的 但是千万不要发生在我身上就可以了 其实如果种族歧视 是圣经所反对的 在种族理念的时候 我们应该反对任何性质的种族歧视 无论这个种族歧视 其实发生在我身上 或者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都是一样的 有一篇《纽约时报》的一个文章里面 一个韩国的女作家 她写她自己的经验 她说 前几个月 当时大陆在国内 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 很多人对中国来的人 或者是华人 都是有一种偏见的 觉得个个都是带着病毒的 很危险的 所以她是韩国人 人家怎么知道她是韩国人 其他人总不懂分我们 我们自己有时候会分分 日本、韩国之类 他们不懂分 这个韩国女作家就想 死了 这样经常被人很麻烦 看看有什么招 可以先不认为我是中国人 她想这些东西 甚至想是否染了头发 染成金色之类 所谓的分散着义力 其实你染什么颜色都一样 现在我个个都什么颜色都可以染 但是她这么想 希望别人不要误认她是中国人 甚至她知道 有些朋友传给她 她说现在有些做T恤的公司 要做T恤写着什么呢 写着什么 I am Asian but I am not Chinese 我是亚洲人 但我不是中国人 或者 I am not Chinese 我不是中国人 我是韩国人 I am Korean I am Malaysian I am from Hong Kong 之类的那些 她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她自己还想 哎呀 如果我弟弟的时候有就好了 不用常常不认我中国人 但当她想到的时候 她突然间发觉 这件事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事件 为什么可怕 可怕的事件就是说 她好像觉得 只要不发生在我身上 只要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时候 没有问题了 其他人歧视中国人 不关我事的 因为我是韩国人 但是这样想的时候 她说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观念 其实她说 我应该为了这件事感到愤怒 当某人对某人歧视的时候 无论你是什么人 你都应该去挺身而出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录影带 不是那些影片 人家在地下铁的录影 在纽约好像是 有个人 有个白人的女人 骂一个东方女人 有个妈妈说 骂得很难听 跟着她骂的时候 其他人怎么样呢 发觉呢 除了有一个 如果没有记错 其中一个主要的华人的时候 其实还有那些白人 来帮这个东方女人 他说你为什么会这样骂 你这样不对等等之类的东西 其实我们应该的 当我们见到其他族类的人 有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去维会这件事 我经常想 其实我们华人 或者东方人 在美国人口是占非常少数 其实我们是一个minority 分分钟是被人歧视的 我自己也有个经验 其实被人歧视 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当时我自己读神学院的时候 有一次晚上打电话来 一打电话来 就学我讲中文 其实当然他们不是讲中文 就点东西吃 那些中国人 那些中餐馆的 要点你吃 那天半夜不知三四点 接着卡卡卡卡卡卡 就笑 笑完之后 又扔下电话 然后又再打电话来 又是这样 三番四次 当然这种感觉是很不好的 非常不好的 我觉得今天我们在美国的华人 不管你是在大陆来的 台湾来的 香港来的 马来西亚 清亚波等等 不管你是哪里 其实我们应该团结的 我们本身之间 应该有团结的 我们本身之间 应该有同一个声音的 我们彼此之间 不应该有任何 你大陆来的 我台湾来的 正事上不同 所以整天叫来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我觉得重点就是 我们今天生活在美国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团结的 所以这个提醒 也我们不能容忍 种族歧视发生 不单是在自己身上 在其他身上 都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再看看 下一个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成为胜利者 不要做受害者 这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说 其实我们不要因为 我们是小数民族 在美国当然知道 我们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受害者 人家说什么做什么 当然因为我是小数民族 有些人是这样的 他很想用一个 所谓种族歧视这件事 来成为他很多东西的藉口 譬如今天有人说他 你很懒 你说我懒 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外的关系 为什么你不说其他人 是不是因为他 是东方人才这样说他 其实未必的 他应该怎么说自己 是不是真的懒 如果你自己懒 别人说你懒 有什么关系 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就常常把自己 好像一种受害者一样 是啊 因为我是小数民族 所以做很多事情 都是被人欺负的 是不是这样呢 所以你要注意 而另一方面 我们要怎么做胜利者呢 我们要记住 我们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我们不要经常用这个 做一个借口 我觉得我们在哪一个地方 这个其实在某一方面 真是我们华人的特性 我们在某一个地方里面 我们都是要勤奋地 积极地去做一些事情 而且基督徒我们要明白 今天我们的价值在哪里 我们有神的形象 神的救赎在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无论在哪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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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要守着基督徒的价值 勤奋勤勤努 盼望这个成为我们的一个动力 否则的话 当你经常认为是受害者的时候 你很多事情都觉得 人家欠了你 欠了你 但我们不应该这样看 我们应该好好地 尽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做 最后 其实这个正经已经是略略提过 我们要爱我们的价值 我们如何反对种欲歧视呢 其实最有效的方法 最有效的行动 就是去爱我们其他人 爱我们周围认识的人 无论他们的肤色是什么 我们都一起去爱他 而且尝试了解他 了解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有时候我们不了解这个族群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产生这个歧视 我记得读神学院的时候 我们的神学院是很有趣的 那些必修科来的 不是选修科来的 要一些修黑人的伦理 亦都要修一些拉丁裔的历史等等 我去跟主任说 我读神学 我分分钟都走人了 黑人的东西 我知道你做什么 可不可以让我修第二课 我不用修这些 我又不懂 我对这些没什么研究 我以前来美国之前 我对这些没什么认识 不行 他说你读下去 他说你试一下 他说你对你有帮助的 那就死死地气 那我就去修了 全部都修完了 但我修了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们的 争扎的一面 是在哪里 在他们的历史当中 他们那种 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 他们是怎样的 争扎 其实是一个非常之痛 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拉丁女的人都是一样的 当时葡萄牙 当时西班牙人 去侵略他们的时候 所谓把基督教 带入他们里面的时候 是用了一些完全不合理的武力 死了都不知多少万人 很难以计数的人 但当我们了解的时候 我们就比较容易能够同情他们 所以我们觉得体会是很重要的 所以今天我们在一个环境里面 我们真的学会这件事 也是学会去关心其他人 尤其是那些弱势的人 没有声音的人 我们今天的宣照经文 那段话其实很有意思 我们最后也希望在这里做一个总结 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这个他 第一个他 是神 耶和华 他为孤儿寡妇申冤 又连爱寄居的 赐给他衣食 所以你们要连爱寄居的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 因为我们的神是连爱寄居的 同样我们也应该如何 要连爱寄居的 但这件事成为我们的尴尬 要连爱 圣经也说 甚至我们的敌人 要爱我们的仇敌 所以我盼望大家 希望今天我们这个思考 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更多了解 其实我说这个问题 我不是要大家和我所有想法都一样 但我希望运用这些东西 你自己去思考 思考这个问题 如何看这个问题 因为有些问题是非常复杂的 我希望你有一个独立的思考 并非人云亦云 我们下个星期是父亲节 我们会讲一个父亲的专题 但再下一个星期 就是六月底的时候 我们就讲另外一个 亦都是一个很热的题目 是什么呢? 就是公民抗命和革命的问题 究竟我们基督徒能不能够做公民抗命呢?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做公民抗命呢? 或者甚至更严重的 我们什么时候去革命呢? 这个我们也要去 两个星期之后 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 好,我们一起来祈祷 天荒我们今夜赞命你 给我们在这段时间 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重要问题 主啊,我们感谢你 因为在你主的华语当中 在我们和主你自己的爱里面 我们经验到一件事 就是主啊,你爱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 在主你面前都是一个罪人 但是你爱我们 你愿意救每一个人 你将这个救恩开放给我们 主啊,我们感谢你 靠上你的教导我们 叫我们真的有爱神和爱人的心 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 做主你自己的美好的见证 在黑暗当中的明灯 求神你自己的怜悯 也都为到那些在世界各地被人歧视的种族 我们来祈求 求神你自己的怜悯和祝福与他们同在 来带领他们 给在你夜景当中 能够有盼望 有主你自己的扶持 听我们的祈祷奉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这一天 你自己的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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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的怜悯